粵菜的精髓其實就是用簡單快脆的方式 將食材的原汁原味帶出來 鮑魚煲雞聽到很高大上 其實好吃得來又簡單 夏天怕熱氣 今天不弄咳咳 要清淡點就買幾棵小朋友最喜歡的矮腳白菜 煲軟後又甜又嫩 小時候沒有牙齒就最適合 鮑魚和雞是最佳拍檔 兩樣都保而不躁 用個匙羹仔將鮑魚肉滑出來早期 內臟和牙刀不要 擦乾淨滷泥再切十字花刀便容易入味 將酒地荔枝雞下裝斬細塊 下鮑魚 薑片 兩殼鹽 生抽蠔油 割一殼 一殼生粉 少許米酒 再磨少許胡椒粉 淋一圈花生油 不需要老抽上色 做出來顏色更加清新開胃 用沙煲爆香蔥頭 下白菜仔炒香 不需要炒太久 稍微鑽色下一大碗水 再下一堆鹽 給少許底味 水滾後 鮑腳白便會變軟出水 將雞肉均勻地鋪在白菜上面 不是滾湯就不要浸水 要用高溫蒸氣焗 雞肉便可以快速蒸熟 保持肉質嫩滑 5分鐘開蓋雞便已經有7成熟 再鋪鮑魚上去 繼續大火蒸5分鐘 看好時間 太熟鮑魚會縮水變硬 最後淋少許熟油 下蔥花香菜便很好 高溫快速焗出來的鮑魚 非常嫩滑多汁 彈牙爽口 雞肉皮爽肉滑 雞味濃郁 吸收鮑魚鮮味更鮮甜 最經驗的莫過於煲淋了的矮白菜 混合鮑魚雞的精華 入口即化 沒有牙都可以吃一鍋 這個做法雖然沒有嘴嘴 那麼有鑊氣 但最大程度保持食材的原味 和營養成分 健康滿分 有菜有肉 一鍋搞定一餐 記得定時吃飯 我是Miu爸爸 喜歡不點個讚先走